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陸在去年10月15號就開始成立一個3G台聯盟 我們這邊是7月的時候 我們有成立一個這個產業群聚 也很多的廠商 產官學員一起去投入 他打算在成都上有花5億的人民幣 去做一個3D打印的轉取 他會在5月有一個世界的大會 那一個比較新的消息是 在4月26號中國科技部 他們有所謂863計畫 863計畫就是所謂 國家高科技研究發展計畫 863就是1986年3月開始 他對整個大陸要發展哪一些科技的最高指導的計畫 那他在2014年就開始把3D列印這樣的技術 放到這樣的計畫裡面來 所以1986年你開始 你說雷射要怎麼發展 哪一些科技產業要怎麼發展 但是在2014年 3D列印終於被放進來這樣的 那一開始他投入4000萬的人民幣 金額不大 但是他是一個開始 工研院跟荷蘭TNO 在4月10號也開始 TNO是類似荷蘭的工研院一樣 他也在基層製造裡面做了大概15年左右 那我們開始簽了一個LOI 這個合作意願 那我們一起要去在基層製造裡面去做一些發展 那什麼是基層製造 過去基層製造大家把它叫做Rapid Prototype 這個技術其實在1980年初就開始在發展 它發展了有一段時間 但是過去大家都把它叫做Rapid Prototype 為什麼把它叫Rapid Prototype 因為來做原型 就是我現在不管要去做一個什麼東西 或者開一個模具 我先把Prototyping先把它印出來 所以他大部分是用塑膠等等之類的東西去做 所以過去叫做Rapid 那美國也有把它叫做3D裂 3DP這種技術其實是在美國用的名詞 像MIT發展技術裡面有所謂3D print這樣的技術 那它一直演變就把它演變到Rapid Manufacturing 就是說它是快速的製造 所以從原型到製造其實是這個產業一個很大的進展 那在2009年12月的時候開始 STM是一個國際標準 美國為主的一個國際標準 開始幫這樣的技術去定國際標準 所以你過去不管你怎麼叫 那現在2009年開始都叫做Additive Manufacturing 所以Additive Manufacturing就是加法式的製造 或我們把它翻成基層製造 也就是說其實3D裂音並不是要來取代傳統 我們剛剛講說減法 而是要來輔助傳統做法它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或者比較高效率的地方 第一個像客製化的東西 你為了一個客製化的東西 在傳統做法你要去開模等等 其實是沒有效益的 所以你直接用這樣的方法做出來 中小量的東西用這樣做出來 其實是比較有效益的 那什麼叫客製化的量產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牙齒 做你一顆牙齒叫客製化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一次做兩三百顆牙齒叫客製化的量產 我一次可以做兩三百顆 那算起來其實就很有效率了 因為這樣的做法 基層製造方法其實它是比較慢 它會受到一些限制 所以它比較適合這些客製化或高質化的東西 或者你一些傳統加工做不到的事情 你用這個東西來做 傳統因為製造的限制 你會回過頭來要改你的設計 很多東西你畫得出來 但是製造人跟你講說 這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你其實就要去更改你的設計 那你把3D切成2D以後 其實是很複雜的東西 都可以用這樣的東西做出來 或過去你講的 不管你是球中球等等 類似這樣的概念 其實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技術把它做出來 我們傳統製造 你如果汽車要停產了 你是不是要準備非常多的零件 未來其實你只要存著你的數位檔就好 所以你是不是 你的庫存是不是可以把它壓低 這個甚至在遠方都一樣 像美國NASA它也開了一家公司 叫Made in Space 就是在太空中做製造 現在我們火星上去了對不對 那你能不能在火星上面做製造 或者你在戰場上或者你在哪裡的時候 你的空間沒有工廠那你怎麼辦 你只要帶著3D列印機還有材料 你在火星上面可以利用太陽能 那你就可以在那邊做製造 我在太空船上面發現我一個零組件壞掉 那你怎麼辦 你怎麼不能再拍一台太空船去載它 你可以從地面上把數位檔傳過去 在那邊製造 再由太空人去做replace 就可以去做某一些的替換 這是一種遠端去做生產的概念 做自己 自己做 那如果用英文這樣就是說 Be yourself Do it by yourself 這應該符合我們前面所論述的那些觀點 你要勇敢的做自己 你要適合你自己做的時候 你去升華去做 是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人才 那你針對未來像Maker時代或3D列印時代的來臨 你一定要自己做 自己做的層面其實包括兩個 一個是說我勇敢做自己以後 其實你要去落實執行力 執行力才能幫助一個人的成功 第二個部分就剛剛講Maker時代的那個 動手自己做的時代 所以我想做自己自己做 其實是跟某方面 代表這個時代所需要的人才特質